3月31号下午6点左右 上海市松江区泰晤市小镇居委会门前 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将面包车上的物资搬运下来 4月1号凌晨 上海浦西地区实行风控管理 居委会正在招募100名志愿者 为接下来处于风控期的居民提供服务 来自台湾的潘建璞得知消息后 联合公益团队给志愿者们送来了爱新物资 我们有100个志愿者在泰晤市小镇报名了 然后呢他们需要一些点心干粮的东西 能够保持他们的体力 所以我就是从昨天晚上用很快的速度 整了20箱的矿泉水 然后还有24箱的这个新疆的馕 还有20箱的那个草原大饼干 潘建璞介绍 他2003年就从台湾来到上海工作 住在松江泰晤市小镇已经有11个年头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亲眼见证了社区工作者 以及志愿者们 不辞辛劳地坚守在一线为居民服务 潘建璞表示深受感动 一直热心公益的他 在此次上海疫情期间 一直惦记着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 他们通通必须跟我们在这个泰晤市小镇里面 每个人要睡睡袋 甚至有一些是要睡行军床 甚至有一些是在沙发上打地铺的 所以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 我能够帮忙做些什么 此次搬运物资的身影中有一位台湾的女孩 她就是潘建璞的女儿潘采言 目前在上海读高中 潘采言说 妈妈做公益她非常支持 平时都住在学校一直没有机会 这次因为疫情在家 就跟妈妈来体验一下做公益的意义 我们知道居委会很辛苦 然后要连夜加班 会待在这一整栋楼里边 所以我们会希望可以给他们一点帮助 让他们可以顺利地度过 然后表达我们台胞的心意 我希望她能够感受到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群人 所以我们才能够安居乐业 幸福快乐地住在这个小区 也是希望能够让她感受到 我们碰到困难 无论再大再的困难 一定要团结一条心 然后大家的尽往一处使 然后把这些困难 慢慢慢慢地克服过去